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那段时间里边呢 大家会听到各类候选人啊 拿美中台关系来吸引选票 那么其中有些话语呢 是一些真假难辨的 那选举结束以后呢 很快就过年了 现在大家可能又回过头来想问了 那最近美中台关系有什么重大变化吗 那我想向各位报告 那可以讲 目前美中台关系已经走上了稳定化的轨道 那么为什么美中台关系会走上稳定化轨道呢 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 中共过去二十多年来犯下了两个重大的决策错误 现在到了算账的时候了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现在中共发现说 他自己原来过去构想的那些什么东升西降啊 这个这类的辉煌未来啊 他其实不过是一场愚蠢的梦 那这个时候呢 现在他发现说啊 他身上是遍布自己造成的 自己伤害自己造成的一大堆伤口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中共现在要趴下来舔自己伤口了 那这个时候 美中台关系的稳定化就必然到来了 那么大家可能想问说 中共现在为什么要舔自己伤害自己的一些伤口 那些伤口都什么呢 这就我今天讲的主题 因为啊 中共的所谓伤口 其实就是中共过去二十多年来犯下的两个重大的决策错误 那这两个错误是什么 我今天就来向大家报告 那么再来就是中共 为什么会犯下这些重大的决策错误 再就最后就是 中共这个重大决策错误 是可能被纠正的吗 那么单单这几个大问题啊 就够大了 足够开个系列讲座 那如果从头到尾吧 那么强细讲清楚呢 可能要讲实际讲啊 不过那是大学研究所的课程系列啊 不是我们聊天室的风格 那我今天的办法呢 是想这样 我把这对四个大刚才讲的几个大问题 第一个中共的伤口是什么 第二个为什么他会犯下重大决策错误 再一个就是 中共重大决策错误到底 两大决策错误到底是什么 还有他有没有可能被纠正 我准备把这四大问题啊 窜在一系列故事里来讲 那么这四个大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 中共的伤口在哪里 第二个大问题 中共的两个重大决策错误是什么 我是必须要先交代一下 那么至于后面两个大问题 中共为什么会犯错 他可不可能纠错 那我今天不答 为什么呢 我把它留给大家 大家来思考 我相信啊 大家看完今天我讲的故事 还有接下来的几次节目 你们自己心中就会有答案了 那么我先交代一下 中共现在最大的伤口是什么 简单来讲 就是它和世界上最主要的民主国家为敌呢 然后遭到了反压力 因此中共就变成失去了全球的信任 不光是政治上 经济面也是如此 金融投资面也是如此 所以中国呢 原来是美国的盟友 是占尽便宜的 现在变成了美国的对手 那就处处碰壁了 那国际政治方面是这样 经济全球化方面也是这样 所以 中共的伤口 就是这么造成的 因为它要和世界上的主要民主国家为敌 那么 它就会碰的 就四处碰壁 遍体鳞伤 那么中共过去二十多年来 犯下的这两个重大决策错误是什么 这和刚才讲的伤口有什么关系 这两个重大决策错误呢 一个是妄图称霸 另外一个就是 中共误以为它是经济全球化的唯一赢家 那我今天呢 这个时间啊 只够讲第一个重大错误 就是中共的妄图称霸 那第二个重大决策错误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下次再接着讲 那么今天在讲中共妄图称霸这件事 我们要把格局拉开 这个不要光看到眼下 还要看到历史 因为中共这一路走来 并不是改革开放这一段历史 它前面还有啊 还有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的历史 那么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那也是从1949年到现在的 所以我今天呢 是讲三个贯穿这个 过去这70年的三个故事 第一个是小弟多大胃 这里面是这个故事里头呢 我讲的小弟是中共的 这个建国的始祖 就是老毛毛泽东 那么这故小弟多大胃里的老大是谁呢 老大是苏联 那么这个小弟多大胃 其实就是中共建政以后 他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脉络 那么今天的中美台关系 还是这个脉络的延续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故事 就和我刚才讲的这句话有关系了 为什么讲中共和苏联的老大和小弟关系 要想翻转 中共想把它翻过来 自己当老大 把苏联变小弟 那么这个脉络和台湾有关系吗 还太大了 关系 我讲的第二个故事就是这个 台湾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八二三炮战 1958年 共军炮击金门 那这个炮战背后有秘辛 那绝大多数台湾人其实都不知道其中的奥秘 那就是台湾1958年以后能够平安无事 当然是要感谢美国给了一些支持 但是更重要的 其实要感谢苏联 那不过这个感谢苏联和蒋经国没关系 我等一下你们听完故事就知道了 那第三个呢 故事就是关于小人物教习近平的故事 我讲这个故事其实呢 是通过这个故事让大家了解说 为什么习近平的重大国际关系决策 他必然犯错 那如果大家明白了他必然犯错的道理 你就可以自己就知道了 他会不会纠正错 那么最近是发生了一系列 关于美中台这个国际大局势的一些新闻 那么这是我今天讲这个话题的基本背景 所以我在讲这刚才讲了三个故事之前 我先介绍一下 美国对中共对台政策的一些最新的动向 这是一个对美国这个如何看待美中台关系的最新的一些研判 那么我讲的呢 主要是美国政界军方过去几个星期里头 陆续发表的一系列有关美中台三方关系的重要看法 那么这些看法就把过去啊 包藏在美国这个委婉的外交辞令当中的有两点给描画清楚了 那就第一 为什么美中关系恶化了 第二点 美国到底打算用怎么样的策略来应对中共的对外威胁 我想这两个大问题 为什么美中关系恶化 第二美国怎样应对 第一个第一点 美中关系为什么恶化 最近啊 美国国务院 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助理 国务卿 Daniel Critenbrick 好像有一个 美国之音用了一个中文译名叫康达 那么他2月21号在华盛顿演讲的时候说 他说中国从现行国际体系中获益 却一直试图破坏它 那美国外交官讲话呢 一般都是比较委婉的 他只是点到说两点 第一 中国试图破坏国际秩序 第二 中国是本来是一直从这个国际秩序当中得到好处的 所以听起来很怪怪的 你从一个国际体系中获得那么多好处 你干嘛要破坏它 你不是破坏自己的 这个原有的利益吗 你会不会给自己造成伤口 所以他这个话其实就是我前面提出来的 中共自造自己给自己自伤 伤造成身上很多伤口 原因 美国这个助理国务卿讲了蛮清楚了 有中共虽然是从现行国际体系里面获益 但却想破坏这个国际体系 那美国军方怎么判断呢 1月16号 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海军上将John Aquilino 他在这个檀香山有一个太平洋论坛的研讨会 然后他也明确的回答了 刚才我这个副国务卿 助理国务卿谈回答的问题 中美关系是如何变坏的 他说印太地区的局势之所以变得紧张起来 改变的不是美国 那发生变化的 是本地区的敌手 他的活动和行动 具体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一次是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海军上将John Aquilino 直接点名讲得非常清晰 就是印太地区目前的局势紧张 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的活动造成的 那么1月31号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Wenz 在美国的外交关系杂志上也发表文章 他还明确的提出来 他说问题不在于中国的崛起本身 而是在于随之而来的威胁行动 这个是美国对外情报机构 因为中央情报局是负责对外情报的 等于是美国的最重要的对外情报机构 当前对中共威胁全球的 这样一个基本认知 所以很清楚 现在就不要再谈什么 美国挑起美中关系恶化了 挑起美中关系恶化的是中国 不是美国要恶化美中关系 而是中共要恶化国际关系 罪魁祸首是中共 那么这一点 台湾面对的中共的威胁 感受是最清楚的 台湾什么时候去挑起了台湾和中共的关系紧张 所有的麻烦都是中共造成的 那么接下来 美国现在怎么看 要用他的什么样的策略来对付中共的对外威胁 这个问题我想台湾的观众朋友们最关注 正好啊 1月30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Jake Sullivan 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上 谈了美中关系的前景 我这里只引用他的原话 大家听一下 很多人就可以懂了 Sullivan说呢 我们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改变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经济外交军设技术实力这样的一个国家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正在进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和平时期的军备增加 在国际上更加武断 包括在南中国海 东中国海 以及台湾海峡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试图使世界更加依赖中国 他正在采取行动 让国际体系迁就他自身的体系和他的惯用做法 那我们还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 美国已经处于末期衰退之中 北京有很多人在公开宣告东升西降 所以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Sullivan 他的这一段对中美关系的现状的描述 实际上是和军方的中情局的 还有美国国务院的说法是一致的 就是判断一样 只是呢 军方讲得很鲜明 点着名说改变现在的印太局势 造成印太地区局势紧张的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Sullivan 下面这段话就比较重要 就是美国打算怎么办 Sullivan说呢 我们认识到数十年来啊 为塑造或者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做的公开和私下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成功 但是美国可以采取措施 一方面是推动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 还有盟友和伙伴的利益和价值观 那另一方面就是负责的管控竞争 在我们的利益需要的时候 美国与竞争对手 对话甚至合作 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 Sullivan是国家安全顾问 从这个他本身的功能来说的话 他也是属于外交吧 要处理对外事务的 那么所以他讲话也是比较委婉 刚才我已经介绍了他的话了 那么他这个话里边有两个要点 第一点就是中共 就是国际和平的最大威胁者 第二点 国际社会只能用美苏冷战的办法来对付中共 为什么呢 萨勒文讲得蛮清楚 但是如果你是没有这方面的敏感度 对萨勒文讲的 我们在与竞争对手对话 甚至合作有几十年的经验 这句话 你如果不仔细思考 没有这个我讲的历史的 这个部分的理解的话 你一听就会跳过去 你甚至会理解错误 不知道萨勒文讲的竞争对手是什么 他讲的竞争对手就是冷战对手 我刚才讲 他说有外交观的功能 所以他讲话就不像印太部地区的司令 讲话那么直接了当 军人讲话直接了当 外交观节要绕弯弯 所以一方面他指出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目前的一个最重要的威胁 另外一方面 他把它叫做竞争对手 讲得很委婉 那么他说美国和竞争对手之间合作或者对话 已经有几十年经验 那台湾可能有些人听到合作两次就敏感 说是不是又要 这个美国又要和中共妥协 没有那么简单哦 你们要理解这个美国讲的几十年的经验是什么 几十年的经验是美国那几十年的美苏冷战经验 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现在美国已经明确的认定了中共的国际威胁 然后美国也最后的明白了 他必须要把美苏冷战经验从他那个原来已经打包放到仓库里去的那些家当里搬出来了 因为只有美苏冷战的经验 几十年积累的经验 才能够用到有效的应对中共的这个层面去 而且美国已经开始在用了 所以我们看到奏效 奏效的结果是什么 中共现在开始趴下来 舔伤口了 这伤口呢 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就是美国你看从国家安全顾问到国务处理国务卿到印太部队司令 再到中央情报局 他们的看法 还有最近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也有相关中共谍报战的一些问题 也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美国的相关行政部门 包括军方 他们对整个的美中关系的理解已经走到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轨道上 这轨道就是说要用美苏冷战时期 美国对苏联集团进行遏制的这种策略 那么这个策略包括经济面 包括科技面 包括谍报战这一面 当然更包括军备竞赛这一面 那么习近平懂了没懂呢 他都已经躺下来填伤口了 那其实他已经懂了 那么我刚才讲说 美国用这个美苏冷战时期的经验 去应对对中共现在这个世界世界性的威胁 已经开始奏效 奏效的标志是什么呢 就是去年11月 习近平在旧金山对拜登讲 说他没有攻台计划 就近期没有攻台计划 他有那么一个表态 那习近平我们都知道 他其实一直在为对外扩张做军事上的准备 他现在为什么讲这个话 他这个话真实的含义就是 我现在会怪一点 那么最后呢 我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最近在这个慕尼黑的国家安全会议上 他讲了一句很形象的话 这个有西方的媒体把它特地报道出来 这句话就是说 这句话就是说在国际体系当中 如果你不在餐桌上 你就在菜单上 这句话很形象 说实话 也不优雅 但是他是实情 所谓的在国际体系中 你在餐桌上就是说 你是参加这次餐会的 参加这个国际现有体系 国际餐会的这个嘉宾 那么大家一起坐下来 在餐桌上就餐 那就餐吃什么呢 当然是菜单上的东西了 那么他说你不在餐桌上 你就会在菜单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有哪些国家 想去挑战这个国际体系 那么结果是什么 像中共要挑战国际体系 那么结果就是 中国从菜单上 从餐桌上就餐的这个嘉宾 自己跳到菜单上去 什么叫菜单上 你作为嘉宾在餐桌上就餐 你吃的是什么 不就是点餐 点的菜单上的东西吗 谁跳到菜单上 你就是被人家点的吃的 对不对 所以我说布林肯这句话 不算很优雅 假的外交语言 但是它是很通俗的 这个美国人 有时候讲话很直白 你不在餐桌上 你就在菜单上 就这个国际秩序不允许挑战者 因为整个自由民主的国际秩序 它是稳定的 它需要稳定 各个国家都需要这个体系稳定 包括我们讲的印太地区 东亚地区 台湾海峡 都需 国际社会都需要稳定 那么你要去破坏这个稳定 你就自己跳到菜单上去了 放到菜单上的意思就是说 你成了大家 叮嘱的目标 你就会被吃了 那习近平现在 做了这么个选择 跳到菜单上去了 那么这个部分 我们讲完了 接下来我来讲第二个话题 就是中共为什么对外称霸 那是它的传统作为 传统哦 不是讲习近平异想天开 或者说什么民进党挑衅中共 那都是胡扯 你要是听我接下来讲这个故事 小弟要夺大卫的故事 你就知道了 老共或者说共产党的领袖 从来如此 不是第一回 也不会是最后一回 那么我刚才讲前面提到了 这个小弟夺大卫 是我现在要讲的 中共的这个称霸故事 称霸是从1950年代就开始了 那么一开始他称霸 是想在共产党集团里头称霸 那么原来共产党集团 全世界原来只有一个苏联是共产党国家 然后苏联自己扶持了各种各样的共产党政权 包括中共 所以整个世界的共产党集团呢 它是苏联建起来的 那么中华民国和苏联 这个关系也是很复杂的 这个 这个孙中山的当年和苏联的关系 我就不多讲了 我只讲一下中华民国历史上有些重要人物 他们都是听命于莫斯科的 其中包括 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 她是莫斯科的国际间谍 那么同样的 张学良那个发动西安事变的家伙 他也是听命于莫斯科的 那么苏联从那么早的年代 中华民国创立以后 苏联就一直在插手中华民国 高层的人物当中 他一直在想办法控制中国的政治 那么中共就是苏联一手扶持起来的 那斯大林掌控苏联的时候 他是非常强势的 中共是小弟 弱小的只有这么点点大 所以他必须乖乖听话的 但是 中共和苏联的关系 远远超过现在大家一般理解的事情 我就讲一件事 我看到台湾有一个很有趣的节目 是这个叫老谈论兵吧 就是也是个自媒体节目 有一位这个研究国共内战史的 一位先生姓谭 他经常会谈到这个国共 在大陆作战的时候 很多细节 作战的细节 那么这里我要讲一段他没有讲过的事情 或者说他不知道的事 那就是共军第一次从中国出境到境外去准备发动对外扩张 什么时候 我告诉各位 在中华民国时代 那听起来很怪吧 中共连政权还没建立 怎么会到境外去扩张 我下面听我讲 1949年秋天 1949年啊 中华民国的政府当时从还在南京 那个时候 共军的林彪的第四野战军 当时和这个国军的白冲洗兵团 白冲洗这个好几个兵团啊 还在湖南打仗 那么那个时候 1949年秋天 大概是其实准确讲了1949年的夏天 中共还没在天安门宣布他建立着中华人民共国 那个国还不存在的时候 苏联就让林彪的部队抽了三个师家两个团十万人 整装调到北韩 这个调过去以后干嘛 作为北韩的用来侵略南韩的步兵主义 这个三个师有编号 来源全是东北的朝鲜族兵 但这个朝鲜族的兵 都是在中国的东北三个省 争来的 那么这三个师家两个团十万人 就是当年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 所以1949年的时候 中共就已经在为朝鲜战争做准备了 他还一边还在往南打 想这个歼灭白冲洗的部队 另外一边他就已经把部队抽出来到北韩去了 那么共军就用这三个师两个团 实际上是解放军 他们这支部队作为主力去进攻南韩 时间是1950年6月 就是这支共军部队 中共的共军部队调到北韩以后 注意我讲的是调啊 是一声令下 开往北韩 对中共来讲 北韩和中国没有国界 我后边还要讲到 没有国界 我再强调四个字 没有国界 在毛泽东心中 北韩和中国是一回事 甚至中国有一部分 东北这三个省是北韩的 那还挺很怪吧 我想大家在中华民国从小长到大 从来没有听说过东北有三个省 被毛泽东承诺交给北韩了 那算卖国行为吗 老毛不认为 那我现在先讲 拉回来 讲到这个韩战爆发的原因 是中共调兵 那么为什么老毛要听斯大林的话 因为在共产党集团内部 他这个彼此的关系 是大哥要支持弱国 因为你这个弱国呢 只有在大国的支持下 大哥 给你钱 给你枪 给你炮 然后你才有可能拿下政权 那么如果建立 在大国在斯大林的支持下 建立一个政权像中共这样 那么你就需要听大哥话 大哥叫你干嘛就干嘛 所以斯大林是要毛泽东 为苏联在韩战中火中取利 那么韩战当中老毛当时要参战 共军的全部高层 就除了毛泽东一个人 从林彪到其他人全都反对 只有一个当时在西北打仗的 彭德怀 他不太懂 然后呢 他说是你老毛要打仗 我就去打吧 所以当时实际上 中共的其他战将 那些大帅人 没有一个人愿意和美国去打这场 朝鲜战争的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讲 要一定要去打这场战争 他从来没讲清楚过 原因是他是迫于斯大林的压力和诱惑 他不得已而为之的 非打不可 没道理也要打 牺牲再大也要打 为什么有压力 斯大林给他的话是说 现在轮到你上战场了 过去你想夺取政权的时候 我给你钱给你枪 现在你拿到政权了 你必须替我上战去打去 打美军去 我苏联不出动 你去打 那么斯大林给好处的 好处是什么 只要你付出人力 这方面的巨大牺牲 和美军打一仗 打赢打输无所谓 我给你技术援助 还有经济援助 我帮你把你们的工业建起来 那么我后边这个关于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一些纠割 我就不去多扯了 我现在在讲的一段历史呢 是我自己了解和参与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关于共军调三个师有两个团到北韩去的这件事 在中共军内是绝密事项 相当于中共的一号绝密 苏联呢 在二战之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德国入侵波兰之前 和希特勒 斯大林和希特勒 就划分过这个波兰 把波兰灭国了 那波兰有几万国家的精英 军事的政治的学术的 这些精英 就逃到了波兰的东部 苏联的占领的地方 因为波兰当时被 苏军和德军 一切两半 然后各占一块 那波兰人不愿意落在德军手里 就往苏联跑 苏联控制区跑 全部被抓起来 然后几万精英 波兰精英被苏联全部枪杀 埋在这个 白俄罗斯 一个叫卡廷的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 后来叫做卡廷森林案件 这个案件 希特勒还在的时候 二战还没结束的时候 德军打到那个地方 就挖出来了 挖出来以后 向全世界公布 然后苏联试口仿认 说这几万波兰人 波兰精英是德军杀的 跟我们没关系 那么这件事 到底真相是什么 真相它是 克里姆林宫 苏共当局的一号机灭 密封的一个档案带 里面有句真相 这些人是斯大林签字 那个文件都在里头 签字让杀的 就是要把波兰精英杀光 这样的话 苏联就灭掉波兰这个国家了 那么这个事情太丑恶 所以列为克里姆林宫一号机灭 那这一号机灭后来怎么泄露 斯大林死了之后 苏联各级最高领导人 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打开 这个一号机灭 因为它是属于苏联的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那个 办公室档案柜里头 不可以阅读的档案 谁都不可以阅读 包括总书记本人都不许读 那么怎么后来披露出来 是戈巴契夫下台的时候 叶丽清去接管克里姆林宫 然后戈巴契夫打开档案带 说现在我交卸了 我不是总统了 然后呢 这是我们档案最机密的部分 我现在交给你 你来处理 我没看过 我也不敢看 现在呢 我原封不懂交给你 还有二号三号四号绝密 那么叶丽清打开 第一个一号绝密 一看卡厅森林案件 后来叶丽清是如实的 把这个材料复印了以后 交给了波兰政府 那波兰政府终于知道真相 斯大林是怎么样签字杀人的 然后杀了人以后 又如何的否认 你从来可以看到 共产党国家的高层 最高领导人 他可能做出很多 非常肮脏的决定 但是他作为一号绝密 绝不传后任 就是坏事 绝对保密 那么我刚才讲的 共军吊着三个石油 两个团十万人 这也属于中共的一号绝密 那么谁把他先披露的呢 我 就是我在当年啊 在美国编这个主编一个 叫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纪刊 那是我第一次把这个纪刊上 刊登了一篇关于这个的文 刚才讲的中共军 吊三个石去 发动韩战这件事情 披露出来 那么我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先讲一下 就这个当代中国研究是 这个在美国出版发行 然后在中国印刷 在中国发行到中国大部分图书馆 因此他就打破了中共的 所谓的一号绝密 很多中国的大学生 研究所的老师和学生 都可以在图书馆看到 那么这个资料来源呢 是从哪来的 当时是牛津大学 有一个刚毕业的博士 叫做徐泽荣 他把博士论文里面的 一部分内容寄来 寄到我们的杂志来 投稿 那我一看稿件 我就发现 嘿 这里面有些内容 非常的独特 因为他 徐泽荣 他是中共军队干部的子弟 他父亲就是 林彪部队的高级军官 所以他呢 是通过采访 就是林彪部队的军长们 那些将军 上将 中将 都是他父亲的同事 所以 他父亲也是那个级别的 所以他采访 他这些父亲的将军同事 是很方便的 都是叔叔拜拜 就和你们在眷村里面 一样 那么 所以他是 从他父亲的这些将军同事里 知道了共军 1949年被派到北韩去的消息 其中有些细节蛮有意思 就还在1949年6月 共军就有一个军长 专门到火车 坐着火车头到北韩去侦查去了 1949年6月啊 共军刚刚渡过长江 南京刚刚失守 就国民政府刚刚从南京迁到广州 共军就已经开始到 派军议级的干部 到北韩去准备打仗了 那么 因为徐泽荣的这个内容是绝密的 我也知道它是绝密 所以我才特地把它 刊登在我们的学术集团上 作为一篇论文 那么结果 他的文章在我们早上发表了 在中国掀起了 一个不大不小的讨论 那中共的一些御用的学者就出来 反驳 说绝无此事等等等等 然后慢慢民间就有声音出来了 那时候互联网刚刚建立起来 就是有各种讨论区 所以有一些人知道一些细节的 就会在那个讨论区里 中共当时还没有网络 所以讨论区可以自由发言 海外的人和国内的人 可以随时在同一个平台上讨论 那么这样的话很多事情慢慢就披露出来了 这过程和我今天讲的第三个故事又有关系的 那么结果这个提供稿件的徐泽荣本人 后来被中共的国家安全部抓起来了 关了好几年 说他泄密 那么他出来以后呢 还到美国来到普林森那里见过我 那么我把这一番这一点解释一番 是要这个帮助大家从这个案例当中看出什么来呢 就中共的对外决策和苏共一样 和苏联一样 是高度保密的 那基本上说你作为学者你是完全无法知道 那结果是什么呢 害了中共自己 因为中共的国际问题专家 他们不知道中共对外国关系的真实情况 就算听说了一点 你也不敢写啊 你也不敢拿来讲课 那都是中共的绝密啊 你如果听说了其中一点点 你也讲出去的话 没了 杀头了 所以中共的国际问题专家 不懂中共自己的对外关系 他更不敢去挖共产党的这个 对外关系的牢底 那这样的话什么结果呢 就是毛泽东时代被埋藏起来的 一号绝密 二号绝密 一直到N号绝密 放在保险柜里面 放在档案柜里 埋得深深的 没有人敢碰 那么中共没有自己的专家去研究 没有人搞得清楚事情是怎么样的 那么一切就按照关定文件当中的说法来解释 解读 结果是什么 骗了中共 骗了中共自己的领导人 因此中共的第二代第三代 这个像江泽民啊 习近平 包括邓小平 他们并不是完全懂中共对外关系历史 他们只知道自己经历过了一小片 除此之外 两眼一片黑 这我后面会讲到 那么我还拉回来讲这个小弟多大位 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 为什么会和他的恩主翻脸 中共翻过脸 然后中共 美国也是中共的恩主 中共又和恩主 美国恩主翻脸 所以他有过一次翻脸 你就可以想到 你想在黑道里头 如果老大的下面有个小弟 有一次想把老大干掉 没干成 那老大饶过他了 你说还有谁敢信任他吗 因为他会想杀老大 那明天别人的老大 他也会想杀 他有这个心啊 那么中共正好就是这样一个小弟 那斯大林死后呢 苏联接班的叫赫鲁雪夫 他是比毛泽东年轻的 资历也短一点 那老毛这个当年 斯大林的小弟就不服气了 他说我该轮到我来当老大 论资历 论年龄 论本钱 就是老毛说 我的中国这么大国家 是我夺下来的 他不讲斯大林帮他们 不然的话 他夺不了 但是老毛也其实没有足够的本钱 所以没有足够本钱 意思是军事 军力上还有这个 经济上都不行 工业技术也不行 军工工业都没有 但是老毛想到说 我没有别的本钱 经济也不行 这个对外关系也不行 那么怎么办呢 老毛想要对外扩张 来提升自己国际威望 他认为说只要对外扩张了 我在共产党集团里 你看 我有本钱吧 这个世界上 美国我敢打 你们 这个世界还不听我的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 在共产党集团里都一呼百应 他们还没想当世界的老大 他却知道这不够格 他至少想在共产党集团里当老大 所以当时毛泽东提了几句口号 这口号今天大家 这个 听到中共还在讲 换了一个说几个字而已 一句话叫做东风压倒西风 另外一句话是 没帝国主义是直老虎 那么共产党领导人 他们为什么忙于对外扩张 其实是道理蛮简的 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 都知道他的国民讨厌 这种共产党制度的 没有人真正喜欢在政治高压下 整天被压的 这个像孙子一样的跪在那里活 中国大陆的民众 他是不得不顺从啊 那么共产党知道 既然国民都这么讨厌他这个制度 他要证明说 我这个制度非存在下去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我通过对外扩张 我碾压了其他的国家 那就证明我这个政权是必胜的 必胜的政权哪里有理由 要改变啊 那么这就是共产党政权 为什么他本性必然要对外扩张 对外侵略 他可能对周边国家很善良吗 不会呀 你不要管周边国家是哪个国 中国现在和他的周边国家 关系没有一个是好的 表面上好是假的 包括台湾 台湾一直有一些人抱有幻想 那是不懂了 不管他这个自己怎么讲 怎么想 那么我接下来要提到的就是第二个故事了 毛泽东是制造过韩战的 他还制造过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 今天我就跳过去不讲了 越南战争的罪魁祸首也是毛泽东 那么老毛制造过韩战 中间在韩战和越南战争之间 1950年代 在上个世纪的1950年代 老毛差一点点占了台湾 我讲的不是1950年的古宁头战役 我讲的是后来 1958年 那么江泽民在他的任内 他还算是继续维持着对美国的盟友关系 但他已经开始扩军备战了 1995年中国经济很糟糕的时候 江泽民就安排海军到乌克兰去买了一艘半成品的航空母舰 空的只有船壳 好不容易运回中国了 就是现在的辽宁 那么到了习近平 他又毛病重犯 毛泽东的病他又犯了 他雄心勃勃的想走毛泽东的老路 认为说这个国际局势对中国对他有利了 那这个话呢 我们先按一下部署 我们今天第三个故事会回到这边 我现在讲第二个故事 毛泽东的攻台计划 1958年的 是败在谁手里 不是败在美军手里的 败在赫鲁雪夫手里 败在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手里 为什么 因为当时 毛泽东啊 确实有过 1958年的 对外扩张计划 首要目标是台湾 因为中共的陆军多 大家都知道 那兵力上可以占优势 那么他更加想要看到的是说 他毛泽东不怕美国 他认为说我在韩战中和美军打了一仗了 大家不输不赢 那我现在如果能打台湾 打下来就是对美军一个挑战 那美国肯定更怕我了 所以呢 共军历史上攻台计划 我讲的是 不是这个 这个 单纯的这个纸上的作业 我讲的是进入部署阶段的攻台计划 历史上一共有过两次 第一次就是1949年10月 共军第三野战军 他的兵团这一级 他的作战计划 结果是在古宁头惨败 这在台湾没有人不知道 那么第二次是1958年 这一次就是台湾大部分人不知道了 1958年 这一次共军的这个攻台计划 不是兵团一级的 不是这个兵团一级的作战部署 是共军的总参谋部 在北京一定的 一个调动全军海军空军 包括陆军的一个庞大的作战计划 那么结果是什么 最后是以823 金文炮战受尾 那么台湾对这个第二次 做攻台计划 其实看来是不知道的 那么大家会想说 有那个攻台计划吗 我告诉各位 有 而且最后泡汤了 那么因为泡汤了 所以蒋介石当时也不知道 因为他最后没办法复足实施 为什么呢 1958年8月 共军的总参谋部有一个副总参谋长叫做王上荣 他是负责制定这个攻台计划的 拟定了作战计划 然后下一个问题冒就出来了 美国干预 但是呢 现在大家都把美国干预当作一个 共军不会攻台湾的一个前提 但是美国当时也不知道1958年 共军有一个攻台计划 那么美军什么时候知道 是共军放弃攻台计划之后 不攻台了 改成炮击金门 那是出气 就好比说 我想去把你们家全部抄掉 把你们家房子点火烧掉 这是个黑道小弟想干的事情 结果呢 后来大哥不帮他 说不许去 我不帮你 这小弟没办法怎么办 扔一块石头砸掉你们家玻璃窗 出口气 毛泽东炮击金门就属于这种 往人家玻璃窗上扔块石头 就属于这种性质 所以他改去炮击金门了 那就是我只发炮弹 我不派兵去攻金门了 也不去攻台湾了 所以台湾平安了 那么当时美 这个炮击金门开始以后 美国是赶快的帮国军运过去 帮英寸大炮 就打破了共军的炮兵优势 然后这个金门炮战慢慢就收场了 那这一段呢 我其实蛮早知道 1970年代我是中央广播电台 自由中国之声的观众 听众 所以我那时候听这个广播 我就知道了 我记得有一首歌 是叫做八十万发炮弹 能够把金门岛炸额变 但是后面台词 歌词我记不太清了 这是国军当时电台里播的一首歌 我还记得了 那中共为什么放弃第二次攻台计划 关键在于说 中共绑架苏联的图谋失败 为什么中共要绑架苏联才能去攻台 为什么绑架失败 就攻台计划也就泡汤了 因为老毛当时的算盘是这样子的 他想挑战美国 因为中共有个 毛泽东有一句话 叫做战略上要藐视美国 所以美国是指老虎 是战略上 但是战术上 他是怕惹毛美国的 所以还有老毛 还有第二句话 叫做战术上要重视美国 所以老毛很清楚 美国只要去协防台湾 共军就打不下来了 因为你必须面对美国 美国的空军也好 海军也好 中共都惹不起 那他觉得说我惹不起 那又惹得起的 只有一个国家能让美军不敢出动 这是老毛想到的 要真正攻台 就必须让美军不敢出动 这个时候 老毛想到了 他要让苏联出面 来撑他的腰 老大往小弟后头一站 那小弟顿时就豪气万丈 我什么事不敢干 老大就在我背后 但是这老大也不是那么 小弟家里面的下人 老大有老大的打算 那么当时老毛想了 就想挖一个坑 把苏联撞进去 他搞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大圈套 这一举两得是什么呢 他既要让苏联出面来支持老毛 攻台 攻台湾 让苏联的空军 海军来保护共军的攻台部队 同时要让全世界看到说 我只有我毛泽东 才是敢于挑战美国的人物 这样的话 他想夺取共产集团的那个 领袖大位的盘算 才能够成功 那我刚才讲 他是做个大圈套 把苏联装进去 什么圈套 大家听我讲 论老毛在动兵攻台之前 他先邀请苏共的总书记赫鲁雪夫 秘密访问北京 时间是1958年7月 因为是秘密访问 全世界都不知道 但是这个赫鲁雪夫到了北京 才知道说 毛泽东没和我认真 能谈什么呀 就在聊天而已 我干嘛要我要飞这么远 跑到北京来和你秘密访问 结果你是来找我聊天的 其中最 这个让赫鲁雪夫上火的一件事情 就是老毛 蔑视他 老毛是怎么跟他会谈的吗 不是外交会谈 你在全世界的外交史上 没见过有这样的 元首会谈 老毛躺在游泳池里 穿条游泳裤 游着洋泳在水里面 滑着水 然后让赫鲁雪夫 他不会游泳啊 赫鲁雪夫站在游泳池边上 毛泽东游到哪里 赫鲁雪夫跟他背后 跟小弟一样 然后跟他聊天 那翻译站在他们岸边上 然后赫鲁雪夫很耐心的听完了 等老毛游了一两个钟头 发现说他没什么东西 就随便聊天而已 结果 游完游以后 毛泽东才告诉赫鲁雪夫一个 他真正的目的 但是他没有说出来 还是个圈套 他说你回国的时候 我带领所有政治局委员 还有所有各共产党国家 驻北京的大使 我们都到机场给你送信啊 赫鲁雪夫说 你搞得很热闹 当然给我面子了 可是我来是秘密访问 没公开啊 没人知道我到底是来了 那秘密访问嘛 通常都是秘密来秘密去了 那你一到机场欢送 还有各国大使 那不就公开了吗 那老毛说没关系的 公开就公开嘛 那这就是劝他 为什么呢 你听我讲下去 赫鲁雪夫在机场上 被老毛公开欢送以后 回了莫斯科 老毛第二天就发了一个大照 干嘛 他发了一个声明 他说赫鲁雪夫访问中国 表明中苏两国有巩固的同盟关系 中国的决定 苏联会全力支持 这个声明 一般人看不懂 赫鲁雪夫懂啊 这声明是把苏联绑到老毛的战车上了 就是说 如果老毛准备挑战美国 那他要苏联用核武器来威胁美国 让美国怕 所以老毛的目的是说 我没有大刀 我只有一把小刀 小匕首 对面那个老大我刺不到他的 但是我的老大你在我背后 你有长矛 你给我刺他 让他往后退 所以这个小弟想夺大魏的办法 是逼着老大和对方老大去打仗去 不管打死谁 这小弟都有好处 那老毛的目的就是吓住美国 让美国不敢支援台湾 这样的话老毛既可以拿下台湾 又可以证明说 他比苏联还勇敢啊 你看苏联不敢站第一线 我站第一线啊 我敢挑战美国压倒美国 那为什么老毛觉得他想比 他好像比苏联勇敢啊 因为苏联 这就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核心话题 我在以前节目里讲过几次 但是没有这么清楚 就是苏联当时已经和美国进入冷战状态十来年了 那苏联呢已经算弄懂了 我以前讲的冷战铁律 就是不能够引起核大战 那个不好玩的 那是不可以玩的 一玩全部完蛋 所以当时苏联提出了明确的苏联的对外 对美国的战略叫做十二个字 和平共处 和平竞赛 和平过渡 大家听到没有 和平共处 和平竞赛 和平过渡 全部是和平打头弹 有动武吗 没有 赫鲁雪夫已经懂了 冷战状态的红色大国和美国之间 只能和平 不能动武 所以苏联也做了战略的决定 不和美国打仗 只和美国在经济发展上竞争 那老毛心里想的是什么 他希望苏联失败 为什么 如果苏联的战略成功了 他就当不成共产党的领袖了 当不成共产党集团的领袖 所以他是还要借攻台的行动 来破坏美苏关系 让赫鲁雪夫和美国 没办法在和平共处 因为你都在台海 如果苏联真的按老毛的算盘 被老毛拖着走 在台海中共攻台的时候 苏联也出动 来保护中共的军队 台湾是攻下了 美国退后了 那苏联和美国关系是个完蛋 在美国眼中看来 你不就是人于变相的发动战争吗 那不又一场朝鲜战争 变成台湾战争 那幸好台湾战争没发生 发生不了 因为当时老毛是已经在赫鲁雪夫 回莫斯科以后 就开始准备调兵攻台了 但是中共总参谋部 当时是有苏联军方顾问的 苏联的顾问马上就把老毛的军事行动计划 汇报给莫斯科了 这一下子赫鲁雪夫发怒了 他说你老毛可口 是能跟我讲 我们是兄弟 你是想让我帮你顶美国的核威胁 又完全破坏掉 我们美国和我们苏联的关系 你也太阴险了 但是呢 赫鲁雪夫也吃哑巴亏的 就他不能够公开否认中共的声明 说我们不是兄弟 那不就翻脸了吗 所以赫鲁雪夫下令是做个报复 什么呢 当时苏联正按照中苏两国的秘密协议 向中国运送原子弹的样品 赫鲁雪夫1958年下令说不运了 不给了 这是给老毛一个警告 老毛最想要的就是核武器 因为当时老毛觉得核武器拿到手里以后 美国就会怕 那后来台湾也试图研发 也是被美国阻止了 为什么 美国就不让台海发生两边的这种核战争 那么赫鲁雪夫不给老毛核原子弹 当然老毛后来想办法弄出来了 因为图纸苏联先以前之前已经给了中共 那么赫鲁雪夫通过禁运原子弹这个做法 是向老毛发出警告 意思是讲说我不和你公开翻脸 那你想让我给你火中取栗 帮你去打台湾 然后再这个让我苏联和美国关系坏掉 这个把戏你玩不通的 你要对美国挑战你自己去玩吧 你自己去玩吧 那这样一来呢 老毛其实他不敢玩 怎么办 他一个国家 中国那么一个国家 兵力是很多 但是是弱国 他没有很好的工业基础 海空军也不行啊 所以中共的第二次攻台计划 就这样跑谈了 老毛放弃了 而且还特地的金门炮战的交代 问当时那个福建前线的那个指挥官叫叶飞 说你们能不能打炮 不要打到美国军舰 只打国军的军舰 那叶飞说他炮弹也不认人的 我怎么知道那个国军军舰有没有美军啊 毛泽东说反正你不要打美国军舰 为什么 老毛没告诉叶飞 其实就是我惹不起美国 你要苏联在我前头挡着 用你的核盾牌给我挡着 我在后头很凶 就是好像那小弟 旁边老大往旁边一站 那小弟在旁边 就跳起来了 很神奇 但老大拍拍手走了 你一个人完全 这小弟马上就怪了 老毛就这么个东西 所以老毛的第二次攻台计划就这样破产 但是他也不甘心啊 所以他安排一个金门炮战 那823炮战的时候 中华民国为什么能顶得住 美军的支持当然很重要 但是台湾还要感谢一个人 感谢苏联的赫鲁雪夫 不过好像台湾以前不早知道其中大背景 就是台湾的安全 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安全 当年也因为苏联曾经拒绝给中共 合作 才让台湾躲过了中共的军事威胁 我讲这段故事其实要说明一点 就是中共一贯是有军事冒险主义倾向的 而且国际野心非常大 那从来都是把美国作为战略上最大的威胁的 那只要一有机会 中共就会向美国挑战的 想要逼美国步步退让 那中共作为大国 它的思维从来是大国竞争 大国对抗 所以台湾绝对不能以为说 两岸关系可以脱离国际大局 然后由两岸之间私下商量 没有这种可能性 但中共是在玩圈套 因为共产党大国永远有一个统治全球的野心 两岸关系对他们来讲是其中一个小小的case 一个小环节 这就是中共的军事战略上提到的 叫做攻台避攻美 那中共这个攻台避攻美的军事战略 不是习近平发明的 是跟我刚才讲的 中共失败的那个第二次攻台计划里包含的 因为中共如果没有能力攻击美国 他就没办法 也没有必要攻击台湾了 你根本攻不了啊 但是 中共不攻 不和美国打仗 不等于说他不对美国和台湾骚扰 所以他的骚扰会继续下去 希望中共放弃骚扰 绝对是对中共的最大误解 或者说是对中共最大的美化 那对台湾来讲 只要中共的攻美战略 他行不通的话 他就可能攻不了台 那么中共剩下来 他在搞什么把戏 想着吞并台湾 所以台湾始终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想吞并 那么最后 我讲第三个故事 小人物怎么教习近平学国际政治 那所谓国际政治 讲的是大国关系和周边 一个国家和周边国家关系 这样的问题 那我不去谈理论 因为咱们这是个聊天室 我不谈理论 那为什么说国际 习近平他不懂国际政治 有人讲中共不是一大堆智库吗 没有错 这些智库都中共党政机构里边的智库啊 为什么不能给他提供专业支持 没错 中共有不少这样的机构 比方讲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有他的研究机构 中共外交部下面有一个国际问题研究所 国家安全部下面有一个国际关系研究院 都有这方面研究人员的 但是有两个因素导致中国没有真正有效的智库 讲的是对外关系方面 第一中国的涉外情资高度对内保密 一直保密到总书记 第二对上智库人员只敢说顺耳话 不然的话我讲 没有活路的 你本来在中国 你要是作为一个智库的人员 听起来好像很神奇 我们经常领导找我们的 问题是 你得学会说顺耳话 不然就上面对你就不客气 那结果呢 习近平最后上了一个叫 沈志华的小人物的课了 这个沈志华是个小人物 后来成了习近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宝贝 这个人什么人 他今年74岁了 是北京的一个干部子弟 现在中国很得意哦 他是1978年以初中的学历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 但是没毕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和外国学者交流 学术交流的时候被当作间谍抓起来 那中共情报部门对他有一句话讲得很 很尖刻 这是他自己说的 那最后案子办来办去 实际上他可以释放了 没什么罪 不至于被关的 但是安全部门跟他谈的是 我讲的是国家安全部门抓他的啊 安全部门跟他谈的是说 那个人我们说他是中央情报局间谍 这话说不回来了 那你就必须要做进去吧 不然的话 我们的话就不是 对外就讲不通了 所以为了国家利益 你就做一回老吧 专制国家是这样的 情治单位说上 你做一回老你就做吧 那么这样的话 他前途就断掉了嘛 然后他出狱以后呢 就经商 有了些钱 然后他真正的人生崛起 是苏联垮台以后 他私人出资几百万 从俄罗斯的档案馆里 复应了大批苏联的解密档案 那就开始研究毛泽东时代的中苏关系 以后就成了名家 所以他有外号 在中国叫做史学界异类 异类就是他不是正途的科班出生 他都没有一个历史学的学位 哪怕学士他都没有 但是人家成了大截团 大到说习近平要帮他设一个 专门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机构 我下面再提到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沈志华 能够从苏联复印到档案 中共官方就不行了 我正好知道这一点 1995年 我是在莫斯科调查 这个俄罗斯私有化的情况 那么我当时除了在这个 俄罗斯的企业里面 用问卷调查去了解情况 了解了四十几个企业的情况 那么当时我也去查档案 查文献 准确讲我是查这个公共图书馆里面的各种文献 因为我不需要 因为我要调查这个私有化的部分 俄罗斯已经公开了 没有什么秘密 所以不需要去查档案 但这时候有一个帮我的莫斯科大学的教授 打电话给我讲说 他说你们有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 东欧研究中心的主任 现在在莫斯科 他说他想见你 他说他认识你 那我说是 我认识他 因为这个人以前到普林斯顿访问 我接待过他 那么我就去见这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研究中心的主任 那他告诉我说 他到莫斯科去是因为代表中共官方 也要像沈志华那样去复印档案 因为档案已经被沈志华复印回去拿到中国去了 但是人家总觉得这是你沈志华弄的东西吗 我中国政府堂堂大国 一个个人姓沈的都能够去复印苏共中央的档案 那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能去复印 偏偏俄罗斯政府就不让中共的官方机构去复印 所以中共官方出面反而拿不到苏联档案的复印件 那么我是很知道沈志华那个做法 就是要塞钱的 俄罗斯档案馆的职员当时是愿意开放档案 帮忙复印的 但是私下里要塞钱 另外台面上给钱也不便宜 因为当时俄罗斯经济很艰困 我知道这个图书馆和档案馆也好 图书馆也好 那职员一个月的薪水也就是大概12美金 12美金 然后他们的卢部贬值得厉害吗 然后12美金如果拿到超市去的话 他们刚刚有超市 里面卖的鸡腿都是进口的 没有本国的鸡腿 12美金和两盒鸡腿钱 所以你问为什么俄罗斯档案馆图书馆的职员愿意帮忙 make money 这是赚钱的唯一门道了 那么所以他们把档案馆图书馆里面的复印机都放在柜台里边 然后有一套规矩 你填表格 你讲要复印什么材料的哪几页 复印费很贵 一美金一页 你们现在在7-11复印一页 什么东西很便宜对不对 那时候我在莫斯科圣彼得堡 一页一美金 这价格我出过 不过还好了我是做这个民调 要调查企业 我不研究历史了 只研究现实 我当时也是整天泡图书馆 所以我知道 最后我是复印了十几公斤的文章的 然后我回到普林斯大学以后 美国当时各个名校的图书馆都还不知道 俄国对哪些新的期刊出来 所以我是给我们学校图书馆提供了一份订阅清单 让他们全部重新补定回来 这里面就是哪些期刊值得定 还有哪些文件档案值得复印 我自己经历过我知道 你要像沈志华这样内行 你能看出来哪页档案有三页是多余的 不用花钱的 不需要不值得印 但是有三页很重要 非要印回来 这要经过行家精进挑选 不然你付钱冤枉了 那么这个沈志华后来被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看中了 邀请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叫做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让他当主任 其实他研究的是中苏冷战 大家以为啊 实际上只有一个美苏冷战对不对 其实不对 还有一个中苏冷战 中苏两国也是原子弹对着的 也是在冷战当中的 那么沈志华就这样凭着他这些档案成为中国的第一个中苏冷战问题专家 为什么 因为中苏冷战的中共档案是全部对内保密的 中国的官方研究人员全部看不到 那沈志华拿的是什么 是俄国档案啊 他也同样讲中苏关系 这一个故事的两边 一边是俄罗斯一边中国 他们领导人互相会谈 俄罗斯里面会谈记录公开了 中国这边保密 那沈志华呢是跑到人家那边去拿来的 所以他是独门研究啊 那如果他单单是研究中苏冷战的历史 沈志华没那么红啊 他不会得到习近平重视 因为这是历史 不过呢沈志华一开始是 这个我们那个 我前面讲过 我们那个杂志登过朝鲜战争 中共相当于中共的一号绝密 中共发动朝鲜战争 出动军队 在1949年就出动了 49年夏天 出动的时候部队穿的是单衣 因为是在湖南打仗 夏天热的不得了 然后掉到那边马上 一到东北就焕发东庄 进入北韩 那这个资料被登出来以后 当时是这个 我刚讲这个 中共是非常恼火的 而沈志华一开始研究中苏冷战史的时候 他也是站在中共立场讲的 现在 那个有关朝鲜战争 真相的部分的中国已经慢慢慢慢的 在学术界已经公开讨论了 结果是沈志华也转向了 转到我这边的立场来了 所以他现在和我的看法差不多 就中共调兵过去 然后中共挑起战争 中苏关系如何恶化 毛泽东是如何烂 这些他现在的中国都可以演讲讲了 那么他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研究范围慢慢扩大了 因为中国的周边国家当年都是苏联的盟友 北韩 蒙古 哈萨克斯坦当年就是苏联的 然后有阿富汗 有越南 有缅甸 那这些中国周边国家呢 苏联和他们都有往来 都有档案的 所以他可以通过这些国家 在苏联的外交的档案 了解到中共当时对国内保密的很多事情 就这样子 沈志华红了 然后中共高层拨款 2016年华东师大 你不要听华东师范大学是个师范大学 人家还有眼光 他们的校长开设了一个周边国家研究院 那开的比国家安全部的级别还高 为什么 因为这个院长是清定的上边拨款下来 高层拨款 给点名就设在华东师范大学院长沈志华 所以这个机构很红啊 不少官方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情报部 委托他研究 外交部委托他研究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委托他研究 但是研究结果是不公开的 其中最重要的观点要送到 给官方智库去做摘要 然后呈送呈封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前面我讲过 中国的东北三个省是不是北韩的 这问题不是我编的 这是解放军情报部找沈志华研究的课题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北韩的第一代领导人 金日成死之前告诉他的儿子 就是接他班的那个金二胖 金正日 告诉他说 中国的东北三个省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这三个省是我们北韩的领土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为什么 毛泽东答应给我们的 所以金正日接班以后 第一件事就向中国提出来要求 说我要视察东北三个省 那江泽民一听到这个要求说 你个外国人 你哪里有资格来视察 视察是领导人视察自己统治的地盘 你是外国人 你可以参观的 你不能视察 然后有一句话 金正日就让这个中国驻朝鲜的大使 报告北京 说我爸爸告诉我的 东北是你们毛主席送给我们了 是现在被你们占领的 我们北韩的领土 这事情大了 东北三个省不是一小块 好多块 好大的面积 人口也相当多 上了一眼 那这件事情外交部完全不懂 最后是交给了军方情报部来研究 以为情报部可以掌握更多机密 结果没想到 中共的军方情报部也看不到 绝密的老毛和金正日成对话的记录 那保密的 我讲的一号机密 中共也一样和苏联的克里布林公一样 也有一号二号三号是一大堆 所谓毛泽东的那个保险箱 当年毛泽东死了以后 这个毛泽东老婆和他那个 毛泽东情人张玉凤两个人在争 争的就是那保险箱钥匙 因为那里面是一大堆绝密的情报 老毛才个人才可以看 别人不许看 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什么 邓小平的检讨 周恩来的检讨 还有邓小平 比方讲揭发了谁谁 这个打的黑报告 这都是丑闻 甚至是关于谁谁和谁谁 之间有什么勾当啊之类的 就这种档案 再就是对外的很多秘密的不能公开的事情 那最后东北三个省到底是不是北朝鲜的 中国什么时候把他让掉了 为什么地图上没有啊 中国政府没宣布过哎 那沈志华揭开了这个秘密 为什么呢 他查了苏联和北韩的档案 交往的档案 那其中 北韩是老老实实把老毛的话汇报给苏联了 所以苏联是有档案记载的 那正式的档案 根据苏联共产党的高层的档案 毛泽东五次跟金日成讲过说 我们东北这三个省可以给你们的 你只要跟我走就行了 听我的话 所以中共党魁的这种丑闻 就是把国领国家领土当儿戏 然后对外对老百姓讲国家领土寸土不让 这都是中共干的 所以老毛当时实际上是为了换取北朝鲜共产党 金日成对他毛泽东的个人忠诚 毛泽东居然愿意用东北三省的主权来换 那这种事情中共情报部当然看不到这样的秘密档案了 那么这些被封存的中共秘密档案 我要讲的不是故事本身好玩 而是说他有个结果 那就是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领导人 包括邓小平 周恩来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 不要看说起来他中国都是算是国最高领导人了 这些人照样不知道中共建政以后 他和周边国家的 还有和其他国家里一些秘密的外交方面 秘密的关系里面的一些阴暗的勾当 因为这样的决策完全是当时当任的最高领导人自己的个人联系 这字不可泄露 否则就会严重损害着所谓最高领导人的形象 那么所以中共的后任领导人是不知道前任的各种对外决策的这个过程 结果还有中共的智库就更加不知道了 那么少的一些必要的资讯 后任领导人他还懂国际政治吗 不大懂 也不真懂 那么智库呢 提供的只是一些种北京话叫片汤 就是那个一碗水里头面汤里头加几片面片 那个东西没有营养 所以中共的后任领导人 就是每一个人对他的前任做过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都是不了解的 听起来很荒谬 那个国家那个政权还在的时候 全内一代一代传承 机密也是一代死掉就绝对封存 那么你后面的这个继任人 他要不要了解这些机密 你不了解机密 你怎么来判断你下边要处理和周边国家关系 或者和美国的关系 这你就懂了为什么中共会犯错误了 因为他不能够吸取教训 过去犯过的错会再犯的 因为前面犯错的内容全部档案保密 绝密不让你后面人知道 这是专制国家的特点 那么当然了 我这刚才去讲这个沈志华 他只能帮习近平了解到 1991年为止 苏联档案里挖出来的秘性 原因是苏联没了 这个国家不存在 所以那档案也没价值了 保密没有什么 但是 那个普京现在这个俄罗斯 他的克里姆公伦档案 是不是能开放的 当然没有办法 所以沈志华的研究 到1991年为止 91年以后的事情 他就不了解 不敢了解 那也是要杀土地 那么 所以讲到最近30年 中共的国际关系 里面还有大量的秘性 对中共的后任的领导人 每个后任领导人 都是两眼一抹黑的 那像习近平最近做了对外决策 比如派舰队到中途岛去 威胁美国 导致中美关系 从盟友变成了敌手 或者冷战对手 我相信中共的外交部 也是不知道的 或者说不敢问 因为外交部是不能问军事问题的 军事问题是 那个最高领导人 他才可以决定力 当然了就算知道一点 中共外交部高官 你哪一个敢说 在酒桌上 或者是在这个私下场合 去议论几句 那也是不行的 也要 不有一个秦刚 外交部长刚刚被抓起来吗 恐怕日子现在难够的很 你们谁能见到他 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历史和现实 就苏联是亡于美苏冷战的 那这个教训中国就没学到 那习近平是坚定的选择和美国开启中美冷战 那么今天中共官场 下面到县泰爷这一级上标的政治局常委 恐怕没有人能懂习近平犯下这个重大的国际战略错误 到底有多严重 其实这种错误会一犯再犯 就是因为中共的制度 还有中共的意识形态 他会有这么的导向 会导致他必然犯错误 也就我觉得习近平之所以犯下重大的国际战略错误 就像盲人骑虾马 夜半零身池 最后他导致了中美冷战 这是不可能改正的 也是不可能避免的 那当然了习近平也不想改正 你要改正的话他得谢罪 那么今后他会不会再犯同样别的错误 也可能的只有一点是清楚的 中共讲我们讲中共是专制政权 就包括说专制政权的一切制度性的错误 他就必然的比方讲绝对保密这种制度性的产物 他就影响到这个政权会一连串的有自伤的行为 这就为什么今天我一开始说 中共现在是被自伤了以后 自己在那舔伤口 他不舔怎么办呢 痛啊 谁砍了这一刀 他拿刀砍了自己脚了 而且不是光砍了脚 也砍了手了 砍了腿了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抱歉哦 今天这个内容太多 这个讲的时间长了 现在呢 都已经快到八点半了 我就简单的回答几个问题 我看到有人说这个我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看问题 我为什么要从习近平的角度看问题呢 我也不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 我是从美国角度看问题的 原因是 很简单 现在破坏世界秩序的 是中国 是习近平啊 我当然要从反方向的角度来看 他这个破坏 是什么原因 因为你在中国这个圈圈里头 你得不出结论 中国没有学者敢 敢去研究 讨论我们今天这些话题 很多人听都不敢听 我再看看 因为我现在是在看这个 有一位 咱里咱里 说这个高华的去世 是被习近平毒死的 这话有点扯远了 我不 就是他 这个他说这是个谣言 确实是谣言 为什么呢 当时高华去世 是因病去世 是肝炎 我跟他还熟 所以我大概知道他的病况 不是病了一天 他是肝癌 那么他去世的时候 因病去世的时候 习近平还没到 没爬上来呢 所以习近平不可能有那个 条件去做这件事情 那有人说习近平会相信别人分析吗 说他不可能相信 确实 这也是专制制度的特点 你要毛泽东相信别人给他的分析 很难的 因为很多事情上自己的分析是错的 你要相信别人分析意味着你要打自己嘴巴 打自己耳光 毛泽东也好 习近平也好 邓小平也好 都是不喜欢打自己耳光的人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有时候你必须被媒体打耳光 但你见过中共的猴使中央电视台批判习近平吗 能够批判了中共就不是政治国家了 那只要中央电视台只敢拍马屁的话 那当然习近平他就不会相信 谁敢指责他 有一位了Steven Low问说 共产党想赤划东南亚是苏联还是中共的命令 苏联并没有命令中共去在东南亚做很多事情 包括在印度尼西亚策划1965年的930政变 但是苏联是给了许可 斯大林说以后东南亚我们苏联管不到就不管了 你们有很多华侨在那里 你们去管吧 换句话讲 东南亚被苏联划成了中共的地盘了 这就是老毛为什么 他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停止在东南亚那里 要去制造各种动乱 从制造政变到策反到组织武装暴动 到建立什么的武装根据地 这些事情在马来西亚 在菲律宾 在缅甸 在越南 他都玩过 刚才我看到有一个观众说如果金门马祖的民众公投说是这个他们要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金门马祖岛上的公投无效吧 那是国家主权问题哦 迄今为止金门马祖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是离岛 所以中华民国政府容不允许下面的一个县 两个县 他们选票很少嘛 人口少 他们就能够自我决定 我觉得好像 这涉及的宪法问题 台湾好像没有公投 宪法里面没有公投可以脱离一个国家的这种 章程和条文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要在台湾 恐怕是要经过至少立法院要反复讨论这个问题 给不给这样的宣 公投权 当然从台湾的国防来讲金门马祖现在重要性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现在不是靠空军侦察掌握动向的一个时代了 现在用卫星可以取代空军了 但是 金门马祖的存在对中华民国的安全还是重要的 只是说金门马祖的人眼光比较浅了 靠中国太近了 然后呢就觉得中国什么都好 其实很简单 他们真的想统一搬家就是了 从金门搬到福建去 你买得起厦门的房子你去买 然后在厦门去某一份职业看看 做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金门居民 你们会过得很幸福吗 有一个前提 护照要换掉了 换了护照你就回不了金门了啊 要去申请那个什么什么 好像中国中国大陆的居民访问台湾 要申请专门的证件的 也不管你祖上是谁了 祖上是台湾人还不是台湾人 就像现在中共有一批叫台联吧 不是叫台台湾什么同盟啊 什么东西 就中共的统战组织 找了一批在大陆台湾人 有的人是出生在台湾的 比方我知道有一个政大还是哪里的教授 现在定居的中国复旦了吧 好像是 他是在台湾出生的 现在人家愿意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中华民国公民他不要了 那么这样的人 不会因为他出生在台湾 他就有两岸来往的自由 那除非他保留中华民国护照 但照道理持中华民国护照 然后又到中共那里去当个官 这个事情本身可以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 这个中共派的人呢 好 今天时间已经过了八点半了 咱们聊了东南西北讲了很多 像这样子讲故事的方式 大家觉得怎么样 拜托大家给我们在留言区留言好不好 给我提供一点这样的那个 feedback 一种反馈 让我知道一下说 观众朋友们 你们最喜欢什么样的方式 那么我们就来 按照大家喜欢的方式 来阻止尽量阻止我们的内容 好 感谢大家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很抱歉今天因为时间讲长了 这个我们聊天的时间就短了 是有那个杨问杨卫林 说这故事讲的时间太长 很抱歉因为这故事太大了 前后几十年 然后又涉及大半个世界 所以今天是讲长了 我曾经想过说把它切成几次 但是我觉得 那它和时事就可能会脱钩 变成纯粹的讲故事 那可能也不见得大家喜欢听 那么 今天呢 我就试试看 用这种讲故事的办法 把历史给带出来 然后从历史中总结出来一些 让大家能看得到的这个现实的状况 谢谢张慧婷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你说这个今天聊的内容很有趣 谢谢你 也谢谢我们观众朋友们 希望说你们多告诉我 怎么样你们觉得比较有趣一点 然后我就尽可能的多安排这方面的内容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你们收看 请转传订阅 按下小铃铛 然后加入我们的会员 这样的话我们下 今后还有更多的机会 继续来聊天 也谢谢 ZALIZALI 多谢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好 那大家今天就再见了 好 下星期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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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